特斯拉VS比亚迪最新情资 2023年6月14日 依特斯拉充电系统即将一同美国 特斯拉的充电系统NACS标准一直以其简单、易用和高效而广受赞誉 近段时间以来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汽车制造商和充电设备提供商的支持 有取代当前行业标准CCS的势头 就在周一短短的一天内 就有四家西方公司宣布接受NACS标准 分别为在美国经营EV充电站的Blink Charging 自称经营北美和欧洲最大EV充电站网络的ChargePoint 澳大利亚的EV充电器硬软件生产商Tritium 以及西班牙的智能EV充电及能源管理服务供应商Wallbox NV 这些公司表示 由于CCS不再受到汽车制造商的青睐 他们将提供适配特斯拉NACS的充电器 NACS与欧洲和亚洲普遍使用的CCS有所不同 它没有活动部件 体积更小 功率更高 能够为驾驶者提供更好的充电体验 在他们宣布这一消息后 这四家公司的股票均录得大涨 所谓一流企业做标准 二流企业做品牌 三流企业做产品 特斯拉正在很多方面为新能源汽车行业制定标准 这才是特斯拉的核心竞争力 二、全球首台特斯拉官方授权的毛豆Y3D结构视角平台 落地上海电力大学临港校区 悬空毛豆Y完全拆解 最大化呈现车身结构细节 揭开特斯拉低能耗、高效率的秘密 带你一目了然看清特斯拉 一体化教学模式 电动车三电原理沉浸式教学 让书本知识走进现实 这样的系统为培养更多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的工程师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三近日 据华尔街日报消息 特斯拉CEO马斯克表示 由于在电池供应方面受到限制 该公司预计在明年年底前 不会开始大规模生产新的电动半挂卡车 全美最期待的电动皮卡的量产也一拖再拖 最核心的原因也在于 电池产能不足 四投资界的大网红 女版巴菲特 木头姐最近发表惊人言论 她认为 AI最大的机会在软件 最重要的 AI概念股是特斯拉 自动驾驶平台 会在2030年 给特斯拉带来8万亿到10万亿美元的收入 将在2027年让特斯拉的股价上升到2000美元 这意味着特斯拉未来还有7.5倍的上涨空间 最近特斯拉股价的持续飙涨 好像也呼应了这一点 投资者对特斯拉的AI前景 给予积极回应 不断有大佬看好特斯拉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 5.最近 比亚迪运交华盖 遭人嫉妒了 先是被长城举报 而后国内汽车同业跟着一起指责比亚迪 近日 网上有人评论贬低比亚迪腾氏N7 另外 比亚迪香港四家马门店被泼油漆 店门被汽车冲撞 很多人猜测 可能是比亚迪动了动了太多人的蛋糕 既包括欧美日韩的蛋糕 也动了国内车企的奶酪 6日前 比亚迪透露 宋普拉斯冠军版将于6月19日上市 7月开启交付 新车已于此前开启预售 其中 宋普拉斯DMI冠军版预售价区间为16.98万至19.98万元 宋普拉斯EV冠军版预售价区间为17.98万至21.98万元 7彭博社报道 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 近日批评了美国的新气候法案 通胀削减法案 IRA 认为这会提高美国消费者 购买电动汽车的成本 关于比亚迪在美国销售电动汽车的问题 他更希望讨论的是墨西哥 智利和泰国等市场的增长计划 但非常明确地表示 美国市场不在我们目前的考虑范围之内 8 根据日经新闻报道 丰田公司称其已经找到新的材料 解决了固态电池的耐久性问题 预计将在2027年实现固态电池大规模上车 其固态电池 汽车可以10分钟充电跑1200公里 固态电池的确是全球顶级企业和研究机构一直在发展的方向 但目前还没有听说 哪家彻底解决固态电池的问题 丰田汽车作为全球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且一直在研发固态电池 他们的固态电池还是值得期待 就是时间久了点 久最近 特斯拉工作人员表示 该公司正在为墨西哥工厂在当地寻找零部件供应商 特斯拉墨西哥新工厂投资超过50亿美元 每年将生产约100万辆汽车 负责监督墨西哥工厂计划的该名特斯拉内部人士表示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希望与能够与特斯拉一起成长的本土公司合作 共同推动全球可持续能源发展的步伐 使中国汽车市场1至5月的乘用车类计量排名 比亚迪以99.6万辆 近100万辆遥遥领先对手们 一汽大众65万辆名列第二 特斯拉以38万辆名列第七 比亚迪和特斯拉是挤进前十的仅有的两家新能源汽车企业 谢谢大家阅读 支持 订阅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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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